奥峰 作者 峰行列 我是苏雅夫人 精彩马上开始 父亲 这个万寿大领主的精神体 交给我们吧 秦朔还未说话 天空中传来奥峰透着无穷愤怒的冷力声音 沙蒂斯 过来受死 奥峰此时虽然能保持冷静 但百里清潇的仇却没有忘记 他甚至已经暗中发誓 他一定会亲手干掉万寿大领主 不单是这抹精神体 那远在万寿岭的本体 他也总有一天要干掉 奥峰计划着到时候万寿领主正好让曼沙诺接管 一举多得 曼沙诺自从被赶出万寿领后 就再也没有将万寿大领主当成父亲 弱受强食 同胞兄弟相残 这种事情在万寿领等魔兽种族内屡见不鲜 也不至于令他留下什么阴影 秦朔眉头微皱 抬头一望 却瞧见一双溢溢发光 黑夜之中犹如天边寒星的漆黑眼眸 那透着坚定信念的眼神 令他把道口的话咽了下去 他的好兄弟贝罗也曾经因他而死 只是没有想到相同的命运居然也落到了自己的女儿身上 他明白那种兄弟从眼前逝去的痛苦 也相信奥峰和他身边的魔兽伙伴 即使再如何担心 他还是选择了尊重他 你这个绝境的小家伙需要的也不仅仅是宠溺和爱护 还有一定的飞翔空间 我相信我秦朔的孩子绝对拥有战胜一切困难的能力 眼看着赤的本体已经成形 秦朔微微点头没风挑起 淡淡道 沙蒂斯 你没听到吗 我儿子在叫你 还不过去受死 沙蒂斯愣了一愣 海川那三个大领主更是险些没将眼睛瞪突出来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对父子思想竟这么另类 本以为秦朔肯定会百般阻拦 他们得费好一番功夫才能浑身是血地闯过去 可一转眼他居然放行了 仿佛受了惊吓的吸血鬼王朦朦胧胧走上前 连秦朔那嚣张的口气都忘了去计较 冷眼看着吸血鬼王走过去 秦朔也不愿落后 长刀破空一挥 发出呼呼的灵力风声 指着海川三人常笑道 你们也来吧 把你们的能耐都使出来 让我看看你们能接住我几招 康刚紧接 还不知实力究竟如何 你们这三个活靶子倒是不错 虽然明知自己绝非对手 可听到这样的话 还是差点把海川三人的鼻子都给气歪了 红衣老怪 你少嚣张 森林大领主一声咆哮 率先抡起拳头砸了上去 秦朔霸刀一挥 卷出大片红云 牢牢将那三人困在战圈之中 刚刚交手就已经占了绝对的上风 而很快的 沙蒂斯和奥峰这边 一人一兽也毫无阻碍地 面对面了 赤那无比庞大的身躯 终于停止了膨胀 燃烧着的火麒麟就如一个耀眼的太阳 散发着能将世间一切都吞噬的火和热 他低下头来 俯视着沙蒂斯 露出轻蔑至极的眼神 仿佛看到的是一只渺小无比的蝼蚁 仰望着这头巨无霸般的魔兽 沙蒂斯突然感觉到了赤眼中那赤裸裸的轻蔑 微微一震 紧接着便是恼火万分 有生以来 一向都是他用这种眼神去看别人 还从来没有哪个人会这样看着他的 吸血鬼也是一个极为高傲的种族 吸血鬼王更是如此 强烈的恼怒 让他心底爆发出了庞大的战役 那念头竟将赤对他绝对凌驾的威压 稍稍压制住了一些 沙蒂斯身上散发出来的能量波动 也越来越大 深邃而冰冷的黑暗气息 萦绕在他周身 形成了犹如空间塌陷般的 一个巨大黑色圆球 几抹能量一散出来 落到周围的几株大树上 那几棵树瞬间干瘪成一堆干枯朽木 好似经历过几万年的风吹日晒 如此纯正的黑暗力量 在这北境绝对是绝无仅有的 火麒麟 我要打倒你们这些高等魔兽的不败传说 让你们这些看不起我们血脉的家伙瞧瞧 实力并不是取决于血脉的 干涩地发出深沉的低吼 沙蒂斯死死盯住赤的眼睛 然而他失望了 他凝聚的力量并没有让赤显出多大的波动 赤那双如火般的眼里闪烁出的神色 还是那么轻蔑 仿佛他的力量真的那么不值一提 小蚊子 你还真是可怜 用你那轻蔑的眼光去看其他魔兽的同时 却让我们正视你 未免有些可笑吧 那翻腾的火焰里 传出冷淡的笑声 你以为我们是看不起你的血脉吗 你错了 其实我们真正的高等魔兽 并不会因血脉而去判断对手 而是看你的心 哪怕是一个普通人 只要他有一种坚定的意志 不屈的精神 我们都会认同他 就像当初我认同我的契约者 他的确没有最强大的力量 可他却有一颗比世界上 其他任何人都坚强的内心 你知道修炼一道最终修炼的是什么吗 是灵魂 灵主极向上 都是在不断地坚实自己的灵魂和意念 力量不过是一种表现形式罢了 唯有坚强的灵魂 才能成就修炼的至强境界 而像你这样的 永远也不可能踏入那个境界 赤的这一番话 让所有战圈内外的强者都是一阵 胸中颇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奥峰也诧异地抬起头来 心中一阵触动 原来赤与他缔结契约 还有这一场 不错 修炼者虽然不断在修炼 可事实上 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么 有的人追求强大的力量 有的人追求无上的荣耀 有的人瞄着领主 有的人瞄着大领主 却不知 一旦得到了他们想要的 就会觉得生命失去了光彩和意义 想要再进一步非常之难 而赤的说法 却直接抛出了修炼的本质 让人们清晰地明白了力量的源泉 从而 有了修炼的正确目标 包括秦朔在内 都觉得受益匪浅 当然 即使明知道目标 能做到的也是万中无一 顿了一顿 赤仿佛觉得自己说得太多了 冷冷哼道 哼 蚊子就是蚊子 哪怕是一只再强壮的蚊子 它也咬不死一头大象 来吧 我会让你知道大君王 和君王之间的差距 究竟有多大 少说大话 接下我的黑暗裁局再说 沙蒂斯眼皮一跳 牙关一咬 围绕在周深的黑暗力量源球 便如脱缰的野马 放飞了出去 那圆球脱离了沙蒂斯身侧 便开始不断地吸食周围的能量 好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 飞上天空的时候 已经成了一个直径五十米的恐怖黑暗能量球 那庞大的体积足以吞噬一支小型军队 赤焰分天 巨无霸般的身躯一抖 赤得一声冷鹤中 聚集在上空的火焰突然爆破般地 弥散出去 形成几千颗巨大的陨石般的火焰球 好似长了眼睛一般 狂风暴雨似的向着沙蒂斯的身躯砸了下去 陨石般的火焰 首先对上的 是沙蒂斯向上抛出的巨型黑暗能量球 双方的幻迹在瞬息之中 狠狠接触到一起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